但是他在當新北市市長的時候 這些相關的資訊 他通通沒有把他當成是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解方 而告訴大家說 沒有核案不用談 核廢料不能處理 不用談 而不是告訴大家說 如果核廢料可以這樣這樣這樣 處理的話 那我可以接受核能的啟用 因為之前的說法跟現在的說法 有太大的落差 所以大家才有這些疑問 不過龍介比較聰明 幫我們解讀一下 為什麼朱立倫現在會大轉彎 說聰明是不敢你這樣 站廟我的臉的紅 當然是核廢章是怎麼的風順 馬總統也是很無聊的情形 因為他作為國家援手 他就是必須要為國家的靈緣 當期發展 所以有看到 台灣必定會面臨到靈緣問題的困難 但現在開一條九千幾億 去買風吹 找到最後 我告訴你 風台來不用太吹 那兩條都是我們的火冠錢 這開始五千億下去了 一年可以發電四百億多的電 大好 多了三千四百五十幾風吹的發電影 結果那時候就是為了 雙股大家怎麼說 這為了雙票的問題 所以台北市到新北市都反對 坦白說 總統其實這個反對做成馬總統為難 這樣要怎麼辦 總是要替我們的兒孫留一條命名 台灣是沒有靈緣的時候 可以重心掛用 所以才說先風吹 他們現在說什麼 風吹就是廢毒 就是你媽媽叫他扶四千廢掉 你現在都當作我們土包 我聽不懂 什麼叫風吹 風吹就是說 他用牛油把他抹起來 他不可以生生的 他把他放得好 放得好 空調回到要回到 東西顧得好 但是不啟動 那支連繞幫不把他插下去穩穿 那麼保留我們台灣 有一個選抵的機會 萬一像你要開兩條 要去買風吹的時候 你如果反對 那風吹這樣 嗯 嗯 這樣放得你睡不著 你站不著 最後大家選抵說 福祉唱 大家看看 所以馬英九也算有安全 這個專家的意見 他綜合要風吹 既然現階就這樣 風吹起來 民進黨正借用這個風吹 把你調心起來 那些連繞幫 都還幫你改毒 要運去美國 我就一直跟檢調講 去查看 運去美國 世界跟我們福祉象 有一樣基礎在日本 日本有一種基礎 重開了 是不是我們的連繞幫 總共有日本 繡繡的賣人 現在是怎樣 把我們的基礎 這要讓全部抽出就對了 福祉唱 你說要恢復 你還要重來 還要繞費很多錢 所以東京市委的新北市 現在 主流倫議也是要面對 索情聰講的 不然你是怎麼 福祉唱那時候 放這個槍來獨尊 這個你沒辦法 在福祉療 這個價格到價格中間 這個福祉療在槍來聲尊 這個限界段 並沒有積極的危險 只要尊在 這個福祉福祉唱裡面 槍來尊 可以讓福祉電槍繼續運轉 福祉電槍是三兩人在用的電 一支電槍 不要說我們這樣 冰村王 無敵無告 把他們撥到四五千億 現在讓你准四五千億 照你說這是三千多億 就該決的事情了 那時候就是阿扁會給他們停 發停 停又賠人錢 又停氣 又對家無勝 今天我們的福祉唱 才會身份變成一刀多少 一塊兩個人 比較不夠勞 你如果兄家事的一刀 身份要賣到六塊 風吹發電 敢買的 現在用五塊幾 拖了 整十年一刀七塊幾 你一塊我還不可以 去用六七塊的 你不算在拆頭 那都是我們的錢 現在有時候 民進黨想要把他撥到四 把他撥到一撥起來 以後都不能再用 所以萬一政權輸掉 你如果沒資料還給他啟動 所以蘇晉昌現在幫你結議 當時 福利唱的時候 我那時候有一個機會就是說 在市長他要下臉 要下臉 選舉 你說助力卵 對 郝優宜已經當選了對不對 十一月二次當選 十二月二五十七 其實坦白說 那個時候 他就是準備要選總統了嗎 應該在那個時候 他插準 那個時候就是改託 還不用把這個最困難的問題 彈給郝優宜 郝優宜不需要去頭痛 因為你已經準備要選總統了 就是要下臉 大陣要出港的時候 你要開一條航頭出來 所以 過了最好的時機 那個時候 他遷旬 郝優他起來 我尊重選總統 我尊重選總統 會拒絕 尊重選總統 他就要經常一整流 所以 他要有全國靈環的可能 這樣不是總統改託 你那時候怎麼沒有說 我那時候是有同學的朋友 有說我 但是不一定人會說 就是說我們有想到說 這個倫願是我們台灣必須面對的問題 但是你不能記得市場那時候 他當時甚至要選年年的時候 來標態這個 這屬於有選票可用的為難 但是已經選了 11月20時 董選 他應該要做這個 如果有做這個動作 我最會比現在比較漂亮 別說現在家裡回家之後 再來做個鄉鄉 180度 我要怎麼 因為這樣人家開始這季會問 你現在說這樣 要中間扶持來 這輝料是安全這樣 你以前說不安全 現在是安全了 來 要拿一桌放 現在槍來可以放 你現在做好選人說 槍來可以放 如果這樣槍來可以放 你那時候怎麼沒辦法放 腳沒辦法準 這就是會作成矛盾 沒關係 不用急 用地位去解割 這本來政治就是這樣 我就說你比較聰明 你快說現在要怎麼樣 他會提出他解決方法 但我想要回應一下蘇貞昌 因為蘇貞昌現在有點見縫插針 坦白說這個 這麼好的一個洞 當然要見縫插針 不然呢 坦白說這核二廠的幹事儲存槽 為什麼一直沒有過 主要是因為台電一直不按圖施工 主要是水保的問題 我們的農業局其實退他很多次 他又圓風不動再送過來 當然這沒有辦法通過 如果是蘇貞院長在當縣長 他也不會蓋章 所以這個跟挺河反河 是兩回事 至於他又講說 是不是你是因為現在被邊緣化 所以才說這種空話 笑死人 現在蔡英文的民調是最低的 蔡英文什麼話都不要講了 因為他只要講什麼 就全部都是因為民調的關係 蔡英文最近講話也滿重賢的 所以的確被邊緣化的講話 都很重賢 所以他就把蔡英文的心理 讀出來了 可是我們不是這樣 所以 你如何證明朱立倫跟蔡英文不一樣 因為我覺得其實朱立倫 他有他的步驟 剛剛榮業所講的這些疑慮 說過去你認為有安全 現在未來為什麼沒有 過去你為什麼認為核廢料 沒辦法處理 未來為什麼處理 其實他都會提出他的論述 因為畢竟現在選舉 他是沒有說過去不安全 他也有主張 你要這樣說 他當時就有說 沒有核能安全就沒有核勢 他那時候是這樣主張 但是核能安全的定義 必須經過轉加 轉播 驗證 因為裡面有好幾千個項目 是每一項都要嚴謹通過 所以那時候 我們已經做到最後大概90% 像幾%而已 後面就做成這麼動亂 就開始有這個問題 比較做一個方針的決定 那時候是這樣 來選新北市長 如果同樣的論述 他當時有講 我想他也不會當選新北市長 因為新北市民 你說他今天的這個講法 想要選總統的這個說法 他重啟核四 如果當時他就是這麼說 我想今天新北市長 能不能到他坐牢 因為新北市民很清楚的 大部分還是反核的 在當時的時空背景 我們剛剛有龍建雄 一語突破盲場 真的是這個問題 我們不要再提到什麼 前朝怎麼樣 當時朱立倫是從行政副院長 退下來選新北市市長 所以其實他來到這個地方 當時也 大概一直都認為 剛剛很多來賓都認為 可是他是反核四的 怎麼今天會突然轉向 跟新北市民的立場不同 來 要重啟核四 我想這要很清楚的來論述 尤其他錯過一個最好的時間點 是去年底 核一要除疫的時候 並沒有把干涉儲存廠 遺棄等等的問題 像過去說台電的問題 行政院副院長的時代為什麼 當時退下來 總統執政並沒有給他 很大的一個協助說 我要怎麼處理這個核能的問題 到現在去年底 核一應該除疫了 現在沒有 還是放在那裡 讓他變成一個很大的 一個問題擺在那 進退不得 對 立法院有沒有人提說 我要繼續核一 要研議 所以應該是無論朝野都沒有 要認同這個 重啟核四的立場 目前我應該看 我們過去民進黨所講 韓國瑜 你都沒有看到韓國瑜 非核家園 沒關係 他現在在海外拚經濟 你就讓他專心來拚經濟 我想如果未來 韓國瑜要選總統 他應該會很瞭解 來認真來 study一下 能源的政策 目前提出來的是 朱立倫提出來 只是大家覺得奇怪說 過去你是新北市長 可以解決的問題 並沒有去解決 所謂的沒有核安就沒有核四 民進黨提2025是因為 核一 核二 核三 剛好三個核電廠都會除疫 所以才會提2025 不是說我們莫名其妙 這個核電廠運行得好好的 我們去把它關掉 沒有這件事情 除了核四的部分 當時是這樣子以外 核一 核二 核三 2025一定會除疫 到依法的限度就是得除疫 未來是朱立倫 要讓核一 核二 核三 研議嗎 我想這也該說清楚 至少核一 核二在新北市 他考慮的是核四 不是核一 核二 核三 現階段剛剛龍介兄所講的就是 你核一並沒有讓他順利的除疫 他現在也已經離開了 也沒有儲存廠 也沒有儲存廠 就是錯過這個時機 所以也沒有儲存 離開就是應該把侯友宜 可能會面對的問題 把它處理掉 我前面三個核電廠的研議 跟我核四的重啟 中間的確是有時間上面可以通盤考慮的